干啥呢这是 这不是吗 最近有几只羊跑出去撞墙死了 我加高一下护篮 你没分析是什么问题吗 分析了应该是护篮的问题 我把护篮修一修就没问题了 哪有问题我解决哪 那有几只羊撞墙了 有三只 不过这是个人行为 那个个羊行为 该不会是你羊圈有问题吧 羊圈没问题 我家还是幸福羊圈的 你看去年刚平的 谁平的呀 就我们村的养殖户们 他们说我幸福 就默认我家的羊也幸福 就把我家羊圈评为幸福羊圈了 幸福羊圈那羊咋还死了呢 幸福死了吧 凭幸福羊圈应该问羊的意见呀 羊挺幸福的 不行我给你问问他 你们幸福吗 幸福就埋一声 你看他幸福 老幸福了 这么好的羊 以后可得看好了呀 那肯定的呀 我还等着从他们身上好羊毛着 得让他们好好活着 现在除了加高栏杆 我还派了两只模样犬看着 就附近的墙现在都有人看着了 你看那边就有个守墙人 你是守墙人呀 对 24小时守护中 你也是怕羊死是吧 我才不管羊死不死呢 关键别撞到我家墙上 别死在我地盘上 我就没责任 我这录着呢 哎呀那个 我其实特别爱羊 上次羊死了之后 我像天塌下来一样 连着哭了三天三月 我绝不能让羊再次寻暖见 外边有狼 你们啊就好好安心在羊圈待着吧 在这儿虽然不能说锦衣玉食吧 但起码每天也有口饭吃 对吧 那羊能吃饱吗 羊说要减肥 不用吃那么饱 吃被迫减肥的吧 你看你这羊饿得灭灭叫 怎么不让他们吃饱呢 我养羊 是为了让他们给我创造价值的 现在草撩柜 让他们吃饱了 也不给我下宅 那羊为啥不下宅呢 羊可能活明白了 他知道他活着 让人家好羊毛 死了让人家八羊皮 吃羊肉喝羊汤 他生了小羊羔以后 还得让人吃 羊算看透了 他不想再让他的后代 重复他的悲剧 所以他就想断子绝孙了 那下一步准备怎么弄呢 下一步准备给他们来一层 羊生哲学讲座 告诉他们 当羊就要进羊市请前面 即使有一天你们不带着 但你们的名字 永远刻在我们菜单上 我们人类将永永远远 世世代代 记得你们的美味